不 李姨娘摇摇头 轻轻咬住唇角 如今帮得上三姑娘的 只有大姑娘了 苏木槿淡笑不语 李姨娘有些着急了 没了先前的淡定从容 她扑通一声 跪在苏木槿的跟前 泪眼连连 求大姑娘 求求三姑娘 苏木槿连忙起身 身子一侧让开了大理 醋没道 姨娘这是做什么 有话不妨好好说 李姨娘轻轻摇头 苦笑道 今年孕儿已经十一岁了 放在平常人家 早早的就该一亲了 可是大夫人 根本就没把孕儿放在心上 平日中孕儿在府上 又不如何出条 老太太对她 更是不管不问 她语气顿了顿 有些黯然 老爷带孕儿 不如何严厉 可也不亲近 且身实在是没有法子了 才求到大姑娘这里 苏木槿轻轻一叹 许久没有说话 在大周朝 只要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都会早早地一亲 就是亲事定下来了 也要一个三年五年的 这些都是常事 苏运锦是述出 就更得细心 反而有些高不成 低不就的 只是向来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这些事情 根本就不是她能帮得上忙的 想到这里 她轻轻一叹 完身去府里姨娘起身 姨娘爱护三妹妹的心 我能理解 只是这事 的确锦儿没法帮忙 刘氏即使犯了错 她现如今 也是府里的当家主母 子女的婚事 都要当家主母做主的 现如今 我跟刘氏闹得这般凶 若给她意见 她只会反着来 李姨娘听着苏木槿 当着她的面 口口声声称夫人为刘氏 她眸子微微一闪 这些妾身都明白 她顺势起身气道 妾身也没有打算 让大姑娘 在三姑娘的婚事上 有所帮助 只是三姑娘年龄不小了 却还从未出国府 见过世面 妾身听说 过些天是宁王府的寿臣 知道大姑娘一定会去 所以 求大姑娘 摇了老爷 带着三姑娘去 见见世面 苏木槿 眸子一闪 似笑非笑地 瞧着李姨娘 姨娘的消息 倒是灵通 大姑娘 不用拿话机 妾身 妾身知道 老爷心里 只有先夫人一个人 也没指望 能入得老爷的眼去 可是三姑娘命苦 只要三姑娘的 嫁个好人家 妾身就是拼了命 也在所不惜 李姨娘是个聪明人 知道自己 要和苏木槿合作 必须拿出诚意来 她抹了抹眼泪 从宽大的袖子中 掏出一锣厚厚的银票 递给苏木槿 瞧着苏木槿 毛子微闪 她连忙解释 大姑娘是做大事的人 可是想从宫中拿钱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毫无可能 一流逝一毛不拔的性子 今儿个受了教训 以后虽然不会 苛扣大姑娘的阅历 可是多余的一分钱 都不会给大姑娘的 大姑娘再过两年 就要急急 现如今手里 如果不存些私房 以后嫁入了夫家 没有钱 只会捉襟见肘 苏木槿的目光 落在那一锣银票上面 银票都是白两的面额 有两指并起来这么厚 估计最少 也有个七八千两的样子 二两银子 就足够一户四口之家 过上一年半载 她竟然能拿出 这么多银子 怪不得爹爹 虽然极少在意她 刘氏这么抠门的情况下 她依旧可以过得十分舒心 不过 她却没有嫁入 宁王府的打算 这一世 她发了誓 绝不跟宁玉 有半分牵扯 银子嘛 她的确需要 只是李姨娘有求于她 她却不能 就这样轻易地硬了 不禁露出深思的表情 片刻后 她依旧摇头 把银票推给李姨娘 姨娘还是请回吧 你也该知晓 今儿个 我差点没能出得了春徽园 这样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再和姨娘合作 这会招来流逝更多的记恨 李姨娘瞧着苏木槿 在这么多的银票诱惑下 竟然还不为所动 一时大急 轻呼道 大姑娘 瞧着苏木槿背过身去 她想起如今 还没有一亲的苏韵槿 再次跪在了地上 这一回 针针地流出了泪水 哀声道 大姑娘 刘氏早已把您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说来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只要能让三姑娘 找到一抹好亲时 切身愿意从今以后 听从大姑娘的吩咐 肝脑徒弟在所不辞 她不是没想过办法 可是八戒流逝 那个人却是油盐不尽的主 收了她不知道多少银子 可就是听不懂似的 从来不把韵儿放在心上 而二姑娘 却是个眼高于顶的主 一点不把韵儿 这个树出的妹妹 放在眼里 老太太更是好面子 平日中 韵儿去请安 都不给韵儿好脸色 更别提帮韵儿 找门亲事了 如今老爷跟大姑娘亲近了 只要大姑娘愿意跟韵儿走得近 一老爷对大姑娘的疼宠 只要大姑娘开口 老爷必然会把韵儿的婚事 放在心上 刘氏再是当家主母 也不能违逆了老爷的意思吧 眼看着韵儿一天天长大 出落得越发亭亭欲立 她怎么能不着急 瞧着苏木槿面无波澜的脸色 她最后一丝希望都落了空 忍不住悲从中来 捂着脸不住的哭泣 声音都耿住了 说不出话来 苏木槿知道逼人不能逼得太紧 她转过身来 瞧着李姨娘的模样 忍不住心里一软 若是娘亲还在人时 为了她的幸福 定然也能做到这样吧 李姨娘一眼瞧出苏木槿 眸子里的动容 她跪着上前两步 抓住苏木槿的裙摆 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的救命稻草 眸子里就露出一丝坚毅来 她声音压得极低 哑声道 只要大姑娘愿意帮三姑娘 妾身便告诉大姑娘 一桩新密之事 苏木槿毛子丝毫无波澜 李姨娘就急急地道 大姑娘难道不想知道 当初仙夫人为何会血崩吗 苏木槿默然一领 厉声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妾身比刘氏晚入府一年 妾身入府的时候 仙夫人已经产下了大姑娘和二姑娘 老爷和仙夫人间谍情深 令人厌险 若不是因生产二姑娘的时候 伤了身子 她又怎的会含泪 在老太太的强迫下 做主给老爷纳了气 她瞧着苏木槿 幽身难测的面色 继续道 妾身不知道 夫人为何生产二姑娘的时候 会伤身 可是 后来入府的时候 却是亲眼瞧见 夫人为了产下大少爷 而血崩的 当时刘氏已经进了府邸 却没有子嗣 难道姑娘就没有怀疑过 夫人血崩跟刘氏有关吗